您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川普要把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承诺已经动起来了 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已经在南加州逮捕160名外国罪犯和非法移民 2月初逮捕行动在南加州六个县市展开 锁定在逃的外国罪犯 通缉犯移民和非法再次入境美国的移民 在遭到逮捕的161个人当中 有150个人有前科 这次遭到逮捕的移民和非法移民有高达7成5的人 曾经犯下包括性侵 攻击 抢劫和非法持有武器等重罪 另外 移民局也在纽约 德州 维吉尼亚 北卡罗来纳 以及坎萨斯州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逮捕行动 ICE强调逮捕外国罪犯和非法移民的行动 早在川普上台前就已经开始计划 ICE在去年夏天就已经在南加州逮捕到100多名 有犯罪记录的移民 在这次的逮捕行动中 有一名在美国有子女的墨西哥母亲遭到递解出境 这名35岁的母亲过去曾经因为冒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 在美国工作遭到判刑 不过过去8年 他每年都会按照规定到移民局报道 每次都安全过关 继续留在美国 但是这名母亲在川普签署 驱逐非法移民行政命令的24小时内 就被移民局拘留 驱逐出境 美国有1100多名无证移民 全美国有40个城市 364个县 誓言庇护无证移民 抵抗联邦政府的逮捕和遣返行动 欧克兰市议会决定要在今后两年拨款30万元 为遭到驱逐威胁的非法移民提供法律援助 除了非法移民 川普也曾经在竞选期间推文 要把留学生赶出美国 外国学生每年为美国学校带来超过300亿美元的收入 美国舆论担心川普会吓走留学生 对许多缺乏经费的大学造成冲击 不过媒体也报道 中国 印度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国三大留学生族群 川普新政主要针对穆斯林和墨西哥留学生 对中国留学生影响不大 媒体也认为川普说话常常随心所欲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事后随时可以改口 所以要把留学生赶走的话并不一定会实现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中新闻 我是李诺亚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